热拍中的第一次 那昨天呢 这部讲述纯爱故事的电影呢 就在风和日丽的厦门 召开了媒体见面会 男女主角Andra Baby和赵又廷呢 在现场就大爆拍戏时的趣事 赶快去听听看吧 由Andra Baby和赵又廷主演的 纯爱电影第一次杀青在即 在片中饰演情侣的两人 在生活中感情也相当不错 古灵精怪的Andra Baby 在片场时不时的捉弄赵又廷 这让可怜的赵又廷苦不堪言 因为我在片场都是被她捉弄的 就是我睡觉或有任何空档 可以睡一下 蜜一下我都不太敢睡 因为任何机会被她抓到 她都会帮你指甲涂颜色啊 不然就帮你什么 缠在椅子上啊之类的 让她自己说吧 没有 其实想说大家在片场 应该要努力工作对不对 然后通过整她也可以 就是对啊 就是跟她比较熟一点 其实跟你不熟 所以要通过整你来跟你熟 真的吗 我试过在她睡觉的时候 就拿那个彩色笔涂她的手指甲 然后后来被她发现 其实我想了很多招 等她睡觉之后可以整她的招 但是最后都没有用上 虽然对赵又廷百般捉弄 但是Andra Baby 对赵又廷的演技和敬业精神 可是多加赞赏的 非常棒啊 我们上来第一天就要拍吻戏 对 然后感觉 感觉很紧张 想打嗝 他很熟练啊 我比较深属 这要解释一下 不是说我很熟练 是我很有礼貌 就我有带牙刷到现场去 然后刷牙 对对我都做好了 但她当然没有带牙刷嘛 然后不能因为这样就说我熟练 可是我没有讨论说 第一场戏先拍的这个吻戏 其实也没有不好 因为如果两人 把最尴尬的那个东西 一下就突破了 之后任何牵牵手啊 拥抱啊 这些东西都不算什么了 戏终于要杀青了 两位应该可以好好的和家人团聚一下了 当没问到今年春节 要和谁一起过的时候 Baby笑得很暧昧哦 我今年还没有确定 对 然后 看情况吧 年前都要工作 对 会跟 我想跟谁过 就跟谁过 这个人信不信黄呀 乐凡天 下门报道